老虎猎人惨遭猛虎反杀 救援人员找到时只剩胳膊和腿 这个视频你将会看到真实的猛虎复仇记 最后该猎人的故事被记录在 《老虎复仇与生存的真实故事》一书中 47岁的弗拉基米尔马可科夫居住在俄罗斯 他是一名职业的偷猎者 多年来 他以猎杀珍稀动物而闻名 专门从事非法的狩猎活动 在苏联解体后 偷猎者们意识到 西伯利亚虎和野猪的肉 可以在黑市上卖到很高的价格 对于像马尔科夫这样的人来说 这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 然而这种对动物的无情虐杀行为是极其残忍的 动物并非毫无智商 他们也具备强烈的生存本能和报复心理 在面对伤害自己的猎人时 他们甚至会采取巧妙的策略来进行反击 1997年的冬天 马尔科夫和他的朋友准备充分 装载好所需的供应品 踏上了一次冒险的狩猎之旅 他们计划深入冰冻的泰加森林 在偏远的小木屋过夜 第二天一早出发开始打猎 黎明时分 马尔科夫步行启程 并随身带着一条猎犬 猎犬通过训练能够嗅出西伯利亚虎的气味 并追踪他们的足迹 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天气中 马尔科夫在茂密的灌木丛中艰难前行 他在一层厚厚的积雪中 发现了一串比他自己手掌还要大的脚印 那正是西伯利亚虎的痕迹 马尔科夫紧握手中的线弹枪 沿着这些足迹走了几英里 试图找到西伯利亚虎的踪迹 当马尔科夫顺着树木的缝隙望去时 他惊讶地发现一只西伯利亚虎 正在享用一只野猪 西伯利亚虎警觉地扭过头 与马尔科夫的目光交汇了几秒钟 然而 这只猛兽毫不在意地转过头 继续专心享用着美食 马尔科夫宁神秉息 小心翼翼地举起散弹枪 当到达足够的射击距离时 马尔科夫扣动扳机 子弹飞向西伯利亚虎的身体 打中了他的侧腹部 受伤的西伯利亚虎 发出一声沉闷的咆哮 他拖着受伤的身体 一圈一拐地向树林深处逃去 马尔科夫并没有立刻追上去 他相信老虎已经重担 注定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 马尔科夫将野猪的尸体装进口袋 然后跟随着雪地上的血迹 寻找受伤的西伯利亚虎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地上的血迹越来越稀少 最终消失不见 马尔科夫独自站在雪地中 不确定西伯利亚虎 究竟逃向了哪个方向 于是马尔科夫决定返回营地 第二天再出发追踪 他将一块野猪肉留在营地外 随后他前往附近的镇上 希望能用剩下的野猪肉 换取一些必需品 由于当时正值老虎交配的季节 所以平时特立独行的老虎 都组建了家庭 马尔科夫射杀的那只西伯利亚虎 最终倒在了树林中 他的伴侣回到那片树林后 看到伴侣被杀害得惨壮 他的心情可想而知 据当地反偷猎部队的队长 由里特鲁什介绍 动物界中确实存在着 具有复仇意识的动物 而老虎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 那只西伯利亚虎的伴侣 肯定会试图寻找凶手 并为伴侣复仇 复仇的西伯利亚虎 在伴侣的尸体上 嗅到了马尔科夫的气味 正是这股气味 引导着他奔赴数百公里的距离 到了晚上 他终于找到了马尔科夫的小木屋 这只西伯利亚虎非常聪明 他似乎知道偷猎者手持枪支 自己无法直接冲进小屋 贸然攻击小屋的木墙 可能会引来致命的子弹 因此这只复仇的西伯利亚虎 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 他用血将自己显眼的皮毛遮挡起来 静静地守在小木屋附近的不远处 当马尔科夫回到木屋时 他注意到猎狗正在大声吠叫 试图向他传达异常情况 他将猎狗招回木屋里 随后透过窗户望向远处 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 马尔科夫开始担心 那只西伯利亚虎可能没有被杀死 随时会回来复仇 因此 他决定前往离他不远的朋友 邓吉亚的小屋 与他一起乘车离开这里 然而邓吉亚告诉他 由于车辆的散热液 需要每晚排空以保持正常运行 他们无法立即离开 需要在那里过夜 马尔科夫感到沮丧 他只好回到木屋锁好门窗 并将枪支放在手边以防万一 在他离开的期间 这只复仇的老虎一动不动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在那里潜伏了数十个小时 像是经过训练一样 静静地等待着伏击的机会 特鲁士表示 他与偷猎者马尔科夫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可谓是老对手了 马尔科夫头脑灵活 能自制猎枪 最初他猎捕的对象 只集中在野鹿等中小型动物身上 用他们交换烟酒糖等 一些生活必需品 近几年来 因为受到西伯利亚虎巨大利益的诱惑 马尔科夫从而打起了老虎的主意 虽然时常听到 马尔科夫捕猎老虎的传言 但特鲁士始终没能抓到 他违法的把柄 所以他们就在 马尔科夫的木屋附近 偷偷安装了摄像机 他们后来观看录像时 简直不敢相信 画面中所呈现的真实情景 西伯利亚虎整整潜伏了两天 连续48小时没有排泄 甚至减慢了呼吸 以掩盖气味 同时也减少了呼出的热气 西伯利亚虎这种高度发达的潜伏能力 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在第三天的中午 机会终于出现了 马尔科夫需要一些木材 于是他推开小屋的门 走到距离小屋大约9米的地方 准备从一堆被雪覆盖的柴堆上取些木头 就在这时 复仇心切的西伯利亚虎 猛然扑向马尔科夫 瞬间将它击倒在地 手无寸铁的马尔科夫 任凭这只西伯利亚虎摆布着 而老虎并不只是简单地咬死了它 而是像一只玩弄老鼠的猫一样 残忍地折磨了马尔科夫 整整一个多小时 最终将它的身体撕成碎片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老虎在吃完马尔科夫的尸体后 居然彻底消除了 与马尔科夫有关的一切痕迹 连同小屋也被推翻和拆散 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被毁于一旦 没有一件东西是完好无损的 锅碗被踩扁 枪管被摔弯 所有可用之物都被摧毁得一干二净 当救援人员找到马尔科夫的尸体时 现场只剩下几根骨头和一滩 被鲜血染红的血 马尔科夫的衣服散落在 基米远的灌木丛中 他的鞋子上还挂着他被折断的脚 袖子上挂着他被割断的手臂 可见马尔科夫经历了极度残忍和野蛮的折磨 马尔科夫的故事后来被约翰 范伦特记录到了一本名为《老虎》 复仇与生存的真实故事的书中西伯利亚虎痴人的消息传开后 恐惧的偷猎者和定居者纷纷撤离这片森林 生怕遭遇和马尔科夫一样的命运 这只复仇的西伯利亚虎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噩梦 令人闻风丧胆 可这只复仇老虎后来变成了一只反偷猎大侠 在马尔科夫去世一周后 他再次袭击了一名偷猎者 当时唯一留在该地区的人是25岁的安德烈帕丘特尼亚 他是一名专门收集动物皮毛的偷猎者 他最擅长设立陷阱 尽管安德烈的父母极力劝告他 在那只吃人的西伯利亚虎被找到之前 不要离开家去检查陷阱 但他却没有听取父母的建议 而是决定前往森林 他认为自己可以应对任何危险 在安德烈离开的时候 那只西伯利亚虎找到他的小屋 并像对待马尔科夫的小屋一样将其摧毁 西伯利亚虎似乎有着追踪和撕碎 任何带有人类气味的东西的决心 当安德烈回来时 他在邻居的小屋附近被西伯利亚虎伏击 老虎就像一直在等待他一样 藏在一张床垫的后面 安德烈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的机会 他试图从背后拔出现弹枪并瞄准 但在最关键的时刻 由于俄罗斯严寒的冬天 弹药被冻主无法发射 安德烈现在成为了西伯利亚虎 易于捕食的目标 老虎跳到他身上 留给他极少的反抗机会 第二天 安德烈的父亲发现一直联系不上他 于是立即请求搜救队帮忙寻找他的儿子 经过漫长而艰苦的搜寻 他们最终在塔克哈洛河边 只找到了安德烈被鲜血染红的衣服 和一根被烧焦的十字架 搜救队在找到安德烈时 三天的时间了 现场几乎无法找到可以带回给他父母的东西 转眼十几天过去了 又有一个村民不幸成了西伯利亚虎的美餐 顿时整个村子被愤怒与恐惧淹没了 他们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杀死他 当时由西方资助的动物保护组织 主要在虎林中展开工作 他们的工作内容就是阻止 非法猎人和偷猎者将西伯利亚虎 推向灭绝的边缘 作为当地反偷猎部队队长的特鲁什 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困境 因为上级下令让他去诱补 并射杀这只正义的吃人虎 这让特鲁什黯然神伤 他表示自己的工作是保护西伯利亚虎 然而他却成了反偷猎部队中 唯一猎杀老虎的人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 特鲁什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为了保障村民的生命安全 杀死他曾一直保护的西伯利亚虎 特鲁什与警官西伯涅夫和皮扬卡一起行动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西伯利亚虎的足迹 这只老虎可能受伤了 只能用三条腿行走 西伯利亚虎的足迹 将他们引向一个名叫谢来门科的小屋附近 特鲁什一行人知道老虎就在附近 他们警惕地聆听着树林中的沙沙声 突然他们在视野中察觉到了微弱的动静 当他们靠近小屋的入口时 那只西伯利亚虎从后方向特鲁什扑来 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 三个人立刻将枪对准西伯利亚虎 但对于特鲁什来说已经太迟了 特鲁什被这只西伯利亚虎压在身下 老虎锋利的牙齿和爪子无情地攻击着他 在紧张的瞬间 其余两名警方的枪声轰鸣 几时发子弹呼啸而出 其中十一发命中了老虎的身躯 随着枪声的响起 西伯利亚虎歇斯底里地吼叫着 在几秒钟的时间里 西伯利亚虎终于不堪重负倒在了地上 当恢复理智的特鲁什警官试图找出他的步枪时 他惊讶地发现枪管部分被咽入了老虎的喉咙 可能是老虎在扑向他时发生的 随后 搜救队将西伯利亚虎装上卡车 将他带到村庄进行确认是否是那只吃人的西伯利亚虎 他被当地人仔细审视 确认了他的身份后 这只被射杀的西伯利亚虎被包皮 并陈列在该地区的行政总部 成为了对人们的警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